- 你看我们有彩虹汤! - 哇!成功了! - 你看我们有彩虹汤! - 哇!成功了!你看我们这个遥遥厚厚的! - 彩虹布丁! - 哈啰!大家好!我是小琳! - 我是Summer! - 今天呢,小琳和Summer来到这个... - 新的摄影棚! - 我们的背景换成了这个...什么颜色呢? - 是薄荷绿吧? - 对对对,薄荷绿!怎么样?漂亮吗? - 我觉得很好! - 对了,我就是前几天还是什么时候 - 我有偷偷看你的频道哦! - 你偷看我的频道干什么? - 就是看你背着我在干些什么! - 我发现你有做那个彩虹... - 用橡皮糖做的彩虹果冻糖欸! - 对,我有做过一次! - 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好吃! - 真的很好吃! - 当然你没有吃到! - 所以说今天你可不可以教我? - 教你啊! - 嗯... - 教是可以! - 可是得有学费吧! - 还要交学费哦! - 那就交换! - 交换! - 交换什么啊? - 我之前有看到你做那个什么... - 那个冰冻黏土对吧? - 冰冻...鼻涕虫冰冻黏土! - 对!我想学那个,你教我那个吧! -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教我做那个彩虹果冻, - 然后我教你做冰冻黏土! - 对! - 但现在彩虹果冻有材料吗? - 我去买! - 现在? - 你等一下! - 啾! - 小银! - 我买回来了! - 真的买回来了! - 对! - 这个我知道,这个就是你那个视频里面做的嘛! - 对! - 橡皮糖! - 彩虹橡皮糖! -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! - 对!我们上次做那个超大布丁,就是用这个! - 对! - 超大布丁! - 紫色的! - 原来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彩虹色,对不对? - 对!当然了! - 好期待! -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! - 好了!小玲,我告诉你第一步是什么吧! - 怎么做呢?第一步,我们是要把糖拆开吧! - 对! - 第一步是拆开它! - 好! - 好! - 好想吃喔! - 看着吃的就毫无抵抗力! - 然后我们要把它按的颜色全部分开! - 是吗? - 对! - 这里有红色! - 对! - 我先一下倒出来好了! - 我当时其实是一样放了11颗! - 那我们今天也要放吗? - 也要放这么多吗? - 也要放这么多吗? - 我觉得这么多量差不多! - 8, 9, 10, 11! - 为什么? - 你刚刚不是说你橙色多了吗? - 我说1, 2, 3, 4, 5, 6, 7, 9, 7, 9, 9, 10, 11! - 那你多的橙色去哪了? - 还是说你橙色刚好11个? - 我数错了! - OK,你来看一下吧! - 现在我们的颜色分类已经完好! - 一共5个颜色! - 完成了! - 好了,现在我们这里不是有5个杯子吗? -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展开! - 好,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放到杯子里面吗? - 对的! - 好吧,那就按颜色! - 按颜色! - 好了,现在的一步就是加水了! - 如果加的很少的话,就会做出来很粘稠吧? - 特别粘! - 所以会吃的果都更有弹性! - 应该是这样吧? - 胃更浓! - 好,那现在我们水也加好了! - 好,那现在我们水也加好了! - 接下来一步是什么呢? - 好了,那现在我们水也加好了! - 就是放到我们的微波炉里面去! - 好,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拿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吧! - 走! - GoGoGo! - 好了,现在我们已经把它从微波炉里面拿出来了! - 哇,已经变成水了! - 水的样子! - 水的样子! - 现在呢? - 现在要赶快搅拌! - 用力地搅拌! - 用力地搅拌它! - 因为下面还是会有一些像... - 你看这个橡皮囊就没有完全被融化! - 需要努力地搅拌! - 发音很难,对我们来说! - 努力! - 你看! - 好劲道! - 这是什么知识吗? - 好了,现在我们都搅拌好了! - 下一步是什么呢? - 就是放到冰箱里面! - 放到冰箱里面又要等多久呢? - 大概30分钟! - 30分钟! - 那不是很久都不能吃到! - 对! - 一定要学会忍耐! - 好吧,为了吃到好吃的! - 要学会忍... - 忍... - 耐! - 对!忍耐! - 忍... - 对我们来说发音很难的那个... - 鼻鼻! - 好吧,那现在我们就赶紧去放到冰箱里面吧! - 走! - 走吧! - 走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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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好了,现在我们的这一个... - 果冻... - 彩虹果冻就到了最终就是界分小的时刻了! - 好緊张哦! - 对不知道有没有动好 - 不过那表面看起来还算可以的! - 表面看起来还算可以的! - 好了,我们来看一下吧! - 到底能不能成功! - 好吧,那我们就拆开看看吧! - 会有彩虹色吗? - 我怎么感觉都是红色! - 我怎么感觉都是红色! - 我怎么感觉都是红色! - 哇! - 哇! - 颜色很漂亮耶! - 有有有有有有! - 哇!颜色很好看! - 好担心! - 知道了知道了,它又开始黏在这里了! - 呃,它后面又黏到了吗? - 杯底! - 要好好拆喔! 拆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时候! - 要小心! - 哇!很漂亮! - 哇!很漂亮! - 哦! - 哦! - 哇! - 哇! - 哇! - 你看,我们有彩虹汤! - 哇!成功了! - 哇!成功了! - 哇!成功了! - 你看我们几个遥遥后悖的! - 彩虹布丁! - 而且你看最后这一层紫色的成型很好耶! - 哇!真的没想到! 诗歌那么久还是成功了 对你看紫色绿色然后黄色橙色和红色 其实都还蛮明显的 对很好看 特别是紫色的这个对吧 杯底成型超好的 哇你的这个也不错耶 而且我们两个呢都宣告呢 成功 用彩虹橡皮糖制作的果豆 好想吃哦 嗯好棒好棒 现在呢就到了非常令人期待的 令人万分激动的试吃时间了 好了好了有什么万分激动啦 我就是很想很期待吃的这一刻吧 我也是了其实 虽然说台词有点low 但是呢是真的想要表达 我很想吃这个的心情 但是我其实还有点挺舍不得吃的耶 因为我这个就比较做的很好 好不容易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工夫 才做到现在这个第一步啊 对不过呢我觉得就是比起在外面买果冻吃 真的是自己DIY做一个就超有成就感的 对好吧而且我们的成就感是双份 好那我们现在干脆来做 不要不要都说了赶快吃吧 试吃吧来挖一个 走 哇这个超弹力超强的 挖了个紫色起来 我是直接挖了一块那种彩色的 挖不起来好吃 真的好吃耶 我觉得比直接吃橡皮糖好吃 因为这个彩虹橡皮糖它单吃的时候其实蛮硬的 对 它这个不太好嚼 但是我们加了那个水 对我们现在做成这个果冻之后呢 真的是非常的软 就没有那么硬了 对 就是会变得味道就是更轻一点 没有那么的甜了 但是还是很好吃 这种橡皮糖的果冻呢 它就是比外面卖的果冻呢 它会更黏一些 对 对会更黏一些 然后更有弹性 但是我觉得吃起来真的很好吃耶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 第二次吃这个了 第二次吧 好吃吧 好 我现在呢又挖下来一块 来给你们吃 什么要吃 啾 上大你们的嘴巴 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小鲤是不是学得非常好呢 非常好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 订阅我们要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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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